小心他的腳道車都沒有刷車 警察的自行車地區是讓每一個人都看得體驗感覺緊張 不過刺激的感受也讓大家拍下拍不停 地區這麼好的現場 主辦單位是邀請到阿舅車身團隊 像一年傳的地區拼演 當時選擇日空英五年一起來發財 自然共環關自行車挑戰賽 將在這禮拜一切合載去6.6點開 99.9公里是要有非常大的耐力和體力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我們非常歡迎共同來參與 因為這一項活動辦了三年 我們希望明年、後年往後能繼續辦理 準備名車 1、2、3、4 這項自行車挑戰多少年 參賽選手將於第三小洪訓練中心出發 情供民間、南島、超頓、國性、保利頂高的鄉頂 先行南島一列 最後回來自南宮 總統99.9公里的賽事 是股有很大的挑戰 不過沿路風景相當美麗 也沒有很驚人的北京 所以一期2300多人報名參加 像今年我就已經參加了市場國際賽事 然後這跟國外比賽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算比較挑戰類型 所以還是希望民眾安全就好 一般的極限挑戰呢 就是說有一些是爬山的 像我們在南投辦塔塔加的部分 它就是屬於登山的路線 還有武嶺也是屬於登山的 那這一條路線的特色就是我們環南投 如果是選手 可以在7點進來完成賽事 主辦單位也有準備紀念招牌 以及由志南宮提供的運年字幕 除了要讓大家留作紀念 也向前圓圓祖會來發財 在國內、國外 可能用這種結合宗教文化 以及我們鄉土文化 甚至於認識南投線的一個 整個認知方面 呈現出來的應該是 我們目前一般騎自行車選手的需求 近來自行車運動性行 南陸館除了半月母娘 塔塔加自行車挑戰賽 此處結合在地 國外民宿文化第四個集團 共同基盤的環環條件賽 突然願為電影帶來觀光相機 更希望新委南投官 每年固定基盤的全國自行車換檔 記者王主主,常報道